国营事业今年纷纷大举争财 中华邮政最新公布要招考1405人 光是柜台等内勤就要587人 起薪28000 另外下半年还有台水邮店的招考 也预计要争700人 国营事业的福利频频被砍 恐怕也会影响到招生 即使国营事业奖金频频招砍 但是工作稳定薪水又比22K高 小捧铁饭碗的人依旧不少 今年碰上国营事业退休潮 又开始大举真才 最新公布简章的中华邮政 就一口气要征1405人 我们去年有办优惠离退 我们退了730个人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有蛮多的新业务 起薪最高的外汇业务等营运值 4.3万元要征200人 法律事务等专业值征60人 起薪3万2 至邮差等外勤也要征558人 起薪2万8 创起新的还有柜台的内勤 真才真最多要587人 不过录取率恐怕还是偏低 往年平均只有2.5% 更何况报考人数逐年增加 这些考生 他们都不会趋向说 我的目标是哪一种 他们的目标还是以考上为主 除了邮局 考生还看好下半年招考 预计释出900个名额的台水邮店 以及现在正在报名 真才大约100人的台营张营 不论上哪一个都可以 因为由于鬼事业考试共同科目多 有多为选择题 很多人重复报考 就是希望能捧上铁饭碗就好